之前陈冰和李佳格现身珠海 为录制某节目提前彩排练舞 一言不合就半嘴 大伙千万别被吓到 因为这才是他俩的证券打开方式 虽然嘴上谁都不肯退一步 但怎么吵架都吵不散的友谊 足以证明两人的感情有多深了 别看两人平时互相打闹互相嫌弃 但也有默契指数爆棚的时候 我再爆料一个最喜欢 最欣赏对方的一个课点 然后就哭啪一下 没有 咋干了 如此闹腾的一对姐妹花 我说你们的那英老师受得了吗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一般那姐是不希望 我们俩同事出现在那边前的 闹腾 跟头疼 超会痛 一般人都受不了 就连原本温柔安静的赵大哥 在陈冰和李佳格长期熏陶下 竟然也秒变女汉子 跟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就天天干啥呀 咋的了 咋整呢 就东北 茶子味你知道吗 我觉得三可能是搭茶子做喝 对对对 不难看出 有陈冰和李佳格的地方 从来都不缺少欢乐 即便是再枯燥的工作环境 也能瞬间轻松愉悦起来 你干什么去 他还没有落完呢 你都 他没落完就敢动 小编就要走了 他受够了 小编跟真 跟今天咱俩聊不下去 好 OK 你看他又要走 我们还没有说完 还没有说完 我先走了 好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下次再见 同学姐姐再见